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这是另外一个发音 apology 也是卷舌的apology 这很明显的apparent 所以你看这一期刚好这五个字三种音 大卷舌 中卷舌 不卷舌都有了 所以你看英文发A的音有多少 当然字母就是一般是A或者是E ABCD的E 比较多 那发A的音太多了 那你分不清楚的话那怎么办呢 那发音就是一般了 而且会让老外他听不太懂 他会跟别的字混淆 会混淆到 那我们看anxious 他焦虑的 他的形容词 他的意思呢 afraid or nervous 就是害怕 或者nervous 神经紧张 紧张 especially 尤其是about what may happen 尤其是对将要发生的事情 那另外是feeling anxiety 就是他的名词就是anxiety 就是感到焦虑 对于可能发生的事情感到焦虑 afraid or nervous especially about what may happen feeling anxiety 那我们看看例句 most people are anxious about their future most people are anxious about their future 多数的人呢 对他们的未来感到忧虑 anxious 那any很简单 就他的发音 any 发一半 你不觉着的话any any 就不太对 大约是any 也太夸张 卷一半 所以卷一半的音特别难发 一般人没有这个概念 他也是形容词 当然他也可以当代名词 我们只拿其中一个来讲 因为我们主要是讲发音 所以他有很多的意思 或者很多的其他的一些词性 我们就不强调 我们只举个例 他的意思呢 you should indicate a person or thing 用来指一个人或者事情 that is not particular 并不是特别的 任何嘛 任何一个 他没有特别指定谁嘛 worth specific 或者是一个 一个 单独一个 specific 也是一个特别的 就是没有特别指定的意思 you should indicate a person or thing that is not particular or specific 我们看第一句 you may ask any question in this math class you may ask your question in this math class 你可以问任何问题 在这个数学 数学课上面 那你用add也可以啦 所以有些地方 其实介细词也不一定说 一定是用哪一个 那有的时候你不能乱用 那有的时候 两个都可以 当然有的是精确 有的不精确 但是我们不要 不要那么压力 说一定要用哪一个字 一定要用哪一个介细词 当然太离谱的错误 当然这不行的 就是语言 它是有个包容性 当然精确点是比较好 那你说美国 他们也是一天到晚讲错 我们那个台湾人 也是一天到晚讲错 但是无所谓 不要错的太离谱 或不要一错再错 就差不多语言 它有个包容性 所以很多就说 你的英文 这个字用错 那个字用错 我说这个很麻烦的 你根本讲都还不能讲 那你的表达能力 都差到西伯利亚去了 然后你就说 这个字我很在乎 那个字你用错了 那你应该说 你英文讲得很好 不要说很好 很流利 听也大概听个六七成以上 就是实用性都没问题 到了一定程度 你才说 我们字字足迹 这个字怎么用 那个介细词怎么样 所以我们这个学校很糟糕 学生根本完全不会作文 不会造句 也不会讲 听也听不 什么都没效 什么都不会 然后考试 这个字应该用那个字 这个介细词错了 这个适配题 适配题 选择题 那搞这个东西 那老外在旁边笑 或者你们这样子念书 小孩子多累 也没用啊 对不对 你应该说 找些老外去讲讲话 带学生出去 跟老外讲讲话 有些课外 请些老外的 也不一定是老师 就是语言是实战 是沟通 而不是考试 也不是在那边抠文字 所以这个整个观念 就完全错掉了 对不对 你还不如说 有一堂课 老师就那个DVD 或什么放一部卡通 简单一点的 学生嘛 简单一点 不要搞太复杂 然后叫学生看 然后有什么问题 问一问 听一听嘛 讲一讲嘛 或者你看 学校有没有教会话课 没也玩 老师自己都不太会讲 对不对 但是文法很厉害 然后说这个字 要用什么字 接近词 有没有说 这个很厉害 一讲 我也不太会讲 发音 差很多 老师都发音都不好了 那学生更差了 就题外话 那他的一个 衍生字是 Anything Anywhere 那很多了 这种衍生字很多了 Anyone 一大堆 那发音都是一样 那猿猴呢 Ape 完全不捲舌 它是名词 词性 名词 那为什么一定要讲词性呢 就是词性很重要 因为它跟文法有关系 文法不是用来搞人的 不是来考人家 不是搞死你的 它是一个规则 那慢慢 大家如果程度好 就知道词性是很重要 那一开始有个观念就好 它的意思呢 A time animal 为什么我们只讲英文 不讲中文呢 就是尽量减少对中文的依赖 那外国小孩子从小到大一 他有没有先学法文啊 就是爸爸妈用法文跟他解释 没有啊 用中文解释 没有啊 就是英文嘛 母语嘛 就是他只有英文的观念嘛 他要学第一外国语 第二外国语 他大一点在学嘛 这是一种语言就专心嘛 这是一种 一种 一种动物 例如这个Chimper Z 或Guerilla 这两个唱在哪里呢 Chimper Z就是黑猩猩 小一点的 智商蛮高的 人缘泰山 那个就是黑猩猩 Chimper Z 那Guerilla就大一点 就是大猴子 个子比较大 Guerilla 就是我们讲人缘 人缘泰山 那个讲人缘不太好 那个应该是小猩猩 小那个小猩猩 黑猩猩 反正亲不知意 就个子小 所以他很聪明 所以语言学家都喜欢 拿黑猩猩当那个实验品 让他多少懂一点 可以有机会教 Guerilla就大猛 就是说这个 我们叫男人叫Guerilla 就是你是大猴子 头大无脑 四肢发达 That is closely related to monkeys 就是和猴子很接近 因为这两种都不是猴子 猴子我们动物园看到 Chimper Z 是小黑猩猩 他跟猴子又不太一样 他皮肤特别黑 猴子没那么黑 Guerilla就大的 甚至到金刚 我们讲那个金刚 比较大的猴子 跟这个猴子都不太一样 And humans 甚至他的基因 跟人类99%点几都像 这个DNA差0点几就不得了了 差个2% 2% 3% 就完全不同种族 That is covering here 就是他全身长的毛发 cover 覆盖住 And here is no tail 但是他没有猴子 有些有猴子 这个ape 他没有猴子 所以我们说Monkey有猴子 猴子的尾巴 那那个黑猩猩跟Guerilla 大猿猴没有 Or a very short tail 就没有 或者是一点点 一小节 一小节 退化了 就退化了 人有的时候也有 当兵的时候看到 那个 一起当兵的 他就有一节 当然还好玩去摸一下洗澡的时候 男生洗澡的时候 那是还没有完全退化掉 A type of animal Such a chimpanzee Or gorilla That are closely related to monkeys And humans And that is covered in hair And has no tail Or a very short tail 这样子 那例句呢 Chimpanzees and gorillas 是 both apes 那我们一般如果前面不加一个那个定万词A 或者那个定万词不定万词A THE这种东西的话 我们几乎都用复数 因为绝大部分都是用复数 所以这种复数 那黑猩猩跟那个大猴子 就是猿啊 我们叫猿猴 i both apes 都是那个猿类 猿这边那个猿猿猴的猿 Apology Apology 道歉 Apology 它名词 它的意思是呢 A statement saying that you are sorry about something 就是你感到抱歉 抱歉 就是道歉 And the expression of regret 就是一种表述 表示一种 regret 表示一种后悔 好 regret 这grat 判决是 regret but having done 对于你所做的 还有说出来的话 是错的 就表示切意 这是道歉 Apology 那这边没写出来 它动词是 Apologize A statement saying that you are sorry about something An expression of regret for having done or said something wrong 那我们看立句 The minister's education issued a public apology for his inappropriate policy 好这个 我们minister有很多意思 minister 他动词可以管理 我们这些是名词 因为 定罐词 这个不定罐词 反正他们后面加的是名词 A或者是 THEA 这种 好教育部长 部长 他也是牧师 名词是 部长 牧师 或者管理者 那动词就是管理 或者分配要务 意思太多讲不完 意思太多了 教育部长 issue issue我们说报纸发行 所以英文都是一字多译 所以他发行 也可以说公开发表 发行杂志 等等 这边就是 他issue就是发表了 我们说发表了一个道歉 发表了一篇演说 发行的杂志 发行的书刊 都是issue 这是动词 那又可以当名词 所以你要是没有一字多译 一字多词性的 以及这些等等的观念 那英文 好不了 只能到一定限度 不会变得很强 那你如果真的很强 这些也大概不是问题 他发表了 一个公开的一个道歉 for 为了他的 不适合 appropriate也是适合的 加in 因为是自首 那他就是负面的 不行的 不会的 否定的意思 不适当的政策 所以这个policy 它是政策 那没问题 他不能当动词 他名词政策 方针 那你说他有没有别的意思 有 所以英文越简单的常用字 他们有别的意思 也很难 反而很难的 比较难的Universe Helicopter Congratulations 这种字 反而他意思简单 越难的字 意思越单纯 越简单的字 有时候越麻烦 他有一个保单 我们就说那个保险 保险有一个保险单 保单的意思policy 就像那个Deed Deed 他可以说一个德性 一种行为 他也是防地气 所以这很麻烦 The Minister of Education issued a public apology for his inappropriate policy 那Apparent就是很明显的 形容词很明显的 它的意思就是 easy to see or understand 就是很容易呢 很容易看得到 很容易看得到 跟那个去了解 就是很明显的意思 所以形容词 His inability a communication is apparent 它的ability 就是能力啊 又是in 跟前面的 innappropriate 这个字很好用啊 字首字啊 就是不行的 没能力的 ability就是能力 in就是没有能力 它的 这也可以是沟通啊 也可以是新闻传播啊 这些一大堆 也可以 甚至也可以是那个 是那个病的传染 传染也是一种传播 所以这个意思都很多 它沟通上的无力 无能 它不会沟通 所以我们有时候翻译 不要说它沟通上的无能 就是它不会沟通嘛 所以有时候翻译 你太照字面的话就完蛋了 卡卡了 所以有的文章一看 啊这翻译了 不是原创的 原创的一定照正常讲嘛 所以好的翻译 到时候给人家感觉是 它不像翻译 就像原创的 所以它没有沟通能力 这个太明显了啦 很明显的 它没有沟通能力 那你不会翻的话 不是你不会消化的话 它无能的沟通 它没有能力的沟通 是很明显的 类似这种 就是不要太照字面上 就转一下 信答译 那我们就是 再把这五个句子念一下 我们就是学习一下 正确的发音 美式的发音 那英文又不同意 英文的发音不一样 Most people are anxious about their future Most people are anxious about their future Any You may ask any question in this math class You may ask any question in this math class Ape 原后 黑行星跟那个都是 Chimpanzees and gorillas are both apes Chimpanzees and gorillas Ape's apology Ape's apology 道窃名词 The minister of education issued a public apology for his appropriate policy The minister of education issued a public apology for his appropriate policy 明显的是appearance 跟the obvious obvious差不多 有很多的字都差不多 His inability of communication is apparent His inability of communication is apparent 所以我们一次 大家慢慢看 一次五个字 我们就是 发音 很标准 知道怎么发音 那时间一久 那你的发音 就会跟 美国人差不多了 这一集讲到这里